哈囉,上個星期政府有推出了一個新的QR Code的資源自登記 那其實這種方法非常簡單 就是你只要用掃QR Code的方式 它就可以直接用簡訊來做入電的記錄 那我發現其實有很多人因為講不太清楚 可以用最簡單的方式來掃QR Code 我現在是想跟你們講一下到底要怎麼樣做呢 5月19號政府所推出的簡訊失聯制 只要簡單掃描店家提供的QR Code條碼 就可以把簡訊直接傳送到1922 5秒之內就可以登記完成 掃描的方式有三種 除了使用疾管叫LINE官方帳號內的掃描QR Code功能 或是將店家代碼出入至簡訊中 並且直接傳送給1922之外 如果你手機的相機本身就有內建掃描條碼的功能 那你其實可以不用使用任何的APP 直接從手機首頁或點選相機功能 就可以直接在相機模式中掃描QR Code 另外如果你發現當下掃描登記的民眾很多 你甚至可以站在遠處 直接將相機鏡頭拉近 還是可以掃到QR Code 這樣就不需要跟大家擠在一起 避免增加感染風險 這樣是不是簡單又快速呢 這個的話就是我提供的一些小小的體護 讓你在掃描QR Code的時間字登記的時候可以隔開 最近的防疫時間 大概還是盡量小豬們 再在家裡 緊緊手戴口罩 做好自己的健康管理 好我也希望台灣的疫情可以趕快結束 影片就先到這邊 下次再見囉 大家加油 台灣加油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囉 再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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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囉